回到獨立特派人的節目現場 先來聽聽接下來這一段情節 有一個單親媽媽在幫客人按摩時 用了一顆安眠藥迷婚對方 洗劫了三萬塊錢的財務 她後來被判了五年的徒刑 而這樣的刑期 您認為太重還是太輕呢 可能每個人都有自由心證 身為法官經常會在情與法之間 衡量擺盪 有趣的是世界各國都發現 在人民參與審判之後 判決會有比較寬鬆的情形 當一群法律素人 進入了複雜的審判程序 面對的各種狀況 還遠比他們事先想象的更加複雜 如果制度設計不夠嚴謹 就貿然讓民眾參與審判 恐怕將會是一場大災難 模擬法庭的一個重要目的 就是盡量呈現出各種可能的問題和缺失 再回到制度面來做修正 而接下來我們就繼續進入這個模擬法庭 了解台灣的人民觀審制度 浮現出了哪些問題 是為了單純按摩 還是為了心跳臉 他當然是單純按摩 他只是有點鹹又不一樣的 你從事間的按摩 常常會有被客人毛手毛腳的經驗 那你每次都是用安眠料來對付客人嗎 對 老闆娘本身有問題 因為她一直在說 我的店裡面就是純愛嘛 所以她一直在避重就輕 毛手毛腳就難免嘛 你說因為這樣子 你就去嚇他們一樣 這個比較難能理解 每一個人經歷過這一場跟洗三瓶一樣 會常知道公平是一個 公平正義是一個非常非常細的東西 不是你看看報告 隨便罵罵 就是這樣 民民參與審判要參與到什麼程度 大家有不同的期待 給予表決權就給予責任 給予責任會 促使他對案件的投入度會高一些 那整個運作起來才像個樣子 你不能排除有的時候 就是五比三 五個素人他就堅持 那這三個人就投不過他 那這社會會怎麼看 這個在制度設計上是 比較有風險比較困難 在表決之前社會需要更多的討論 千萬千萬不要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把這一套法制驟然地上路 都會消息 萬一把你回到 這責任 判斥案件在人民官省的模擬法庭上 會是什麼結果 弱勢的身份引起了普遍的同情 面對臺上六位官審員 辯護人直接訴求在審判上極少使用的刑法第五十九條 參與模擬庭的律師認為同樣的訴求 在專業法官和民眾之間會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旦運用刑法五十九條普通強盜罪五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可以減輕到五年以下 這部分畢竟是一個非常例外的情況才可以使用 他會很小心翼翼的去使用五十九條 可是法律訴人沒有這樣的顧慮 他可以大膽地使用 現場六位官審員一致同意適用刑法五十九條減輕刑責 極少使用這項法條的專業法官又會做出什麼決定 他可能是有一十三年初始下車 那因為他家裡面又還有這麼多小孩 那綜合考量的話其實應該是可以用十九條 重點還是尊重那個被害人的意見 那如果被害人其實沒有什麼意見的話 我們一定要把背高判很重 其實也沒什麼到底 所以也就順應就覺得沒有意見 要五十九條也可以 依據王蘇貞這樣的犯罪事實 擔任此次模擬庭的評論員 觀察出這樣的現象 讓他今天的那個結果出來是 我覺得那兩個裴起法官被影響 把整個刑期拉低了 其實這個在世界各國有關在人民參與審判的研究裡面 其實都發現類似的現象 就是說這個人民參與之後 其實會發生比較寬鬆的一個現象 這有好有壞 好的話可能是法官比較不會受一些 刻意做的演戲的影響 那但是壞的話可能是因為太過自視化 就可能就忽略了每一個案件的個別性 所以我們這個這種制度就是有兩邊一起來參與 就是可以調和這兩邊的差距 有關審員認為民眾的參與 對法官多少會產生影響 其實法官對一個案件 其實我發現他們很快就有訂見了 在心裡面其實那一把尺 早就已經每天都在用了 他已經量好了那一把尺 只是那一把尺 就我們的經驗證人來到法庭 還是在這次評議中 只有一票認為不適用 官審員 官審員 直接反映的是人民的情感 剛剛為什麼我們這些官審員都希望說 能夠給他減刑 是因為他服了那個安眠藥之後 他並沒有大礙 所以才會這樣講 如果說他有讓他有就是生病或什麼 大家就不會有這種傷 假設說我們最後裁判的結果 是透過一般的直覺反應 認為我們的本能是應該如何的話 那我覺得這是最後大家想要的 司法民主化的結果嗎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是質疑 所謂特別情況又左檢的話 法官什麼時機點應該說明 法律背後的法治精神 是個不容易的決定 我們又必須要唱明說 我們這個法律 它原先制度是怎麼規定 它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兩難 我到底應該是在什麼時候要切入 那什麼時候要做適度的引導 而不會認為被別人說這是試圖去影響 在幾次模擬庭中 都出現了官審員使用59條的狀況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青認為 這就是民眾的法感和法律衝突的最佳例子 庭安民宿一定要是非常非常 真的值得統計 所以法官幾乎不太敢用 可是有五個人在旁邊跟他說 這個真的是不應該派那麼重手 法官就敢用 這案子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啊 這官審就關出意義來了 官審員帶著自己的價值觀走進法庭 以手上的票數來體現屬於自己的公平正義 但這只限於模擬法庭 在司法院所提出的人民官審草案中 官審員表意不表決 也就是沒有實質的表決權 這點引發了激烈的辯論 找這些沒有實質的一天法律 讀過一天法律人來做決定 一般民眾會不會信任 這是我們擔心的 是不是找進來六個官審員 兩個備位來做墊底背書呢 博得民意的參與 但是沒有實質民意的被尊重 有沒有表決權是一個制度的選擇 前提是人民參與審判具有什麼意義 我的界定 人民參與不是民主化 是社會化 因為我們的民眾 對於司法的認識太少 隨著社會進步 國家發展 一般民眾對於司法 有越來越高的期待 為了回應這份期待 提升司法的透明度 反映人民正當的法律感情 增進一般民眾 對於司法的了解與信賴 我們決定引進人民官審制度 人民和司法之間 的確存在著遙遠的距離 在模擬法庭中不難發現 當這些法律素人 進入審判體系 要面臨很多陌生與挑戰 當然 我今天做冠冠 也要了解 你一般人是怎麼來看這件事 可以整個部份 同樣的角度來看這件事 來看 愛心 愛心 對 好 謝謝 那你們怎麼講 國語大家聽得比較清楚 謝謝 來討論一下 我們今天調查 我們這些證據證明了什麼 那我們要如何來做決定 所以我們會先經過一個討論的過程之後 先來認定被告有罪無罪 雖然有基本的說明 但是複雜的審判過程 官審員一方面要消化案情 一方面還得做出判斷 大家還有一個順向 我們講到什麼叫做強盜罪 就是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罰所有 而以強暴 脅迫 藥劑等方法致使不能抗拒 二號官審員 一樣 因為被害人他自己講 他回家以後來才發現 口袋裡面的淺掉 有人可以立刻進入狀況 也有人跟不上節奏 三號官審員 應該是不是說完全那個分明吧 好 所以你想 因為他還有看到亮亮的東西啊 嗯 但是他拿東西的時候 所以拿錢的時候 拿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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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去渡網 就是喝完酒後騎車撞死人 到底是不是就一定成立刑法 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第二項前段 酒駕致死 假如他不能夠駕駛 沒有能力駕駛的話 他不會被追了這麼久 很老老又摔下去了 我也是過第二項是過世 過世的情況 因為我認為說 當天如果他沒有碰到檢查 可能就不會發生這個測試 證人 在這個問題上 男性官審員多伴意見一致 三位法官一致認定被告不能安全駕駛 我認為他應該是有打到不能安全駕駛的情形 他叫做大眾心理研究 就叫烏合之眾 今天你看到的三位專業法官 六個官審員 兩個倍位加起來那麼多人 其實他是什麼 他就是烏合之眾 我們看一下 當你面對烏合之眾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一些過往的經驗 那就修正 不能安全駕駛 六位官審員當中 原先有四票認為是過世致死 投票之後有兩票轉向 假如說依照喝這麼量的酒 我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在想 可能他有些人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依照我自己本身想法是 喝這種酒沒有問題 那可能法官看了很多 那我在想一定有這種問題 在評議的過程中 關鍵人物是誰呢 就是那三位專業法官 所以當讓這些官審員 先行表達意見的時候 他是發自於真情 國民法律感情 但是專業法官意見進來之後 一般來講按照心理學 他會跟著法官走 那這樣就沒什麼意思 評議過程 法官是否應該保持中立 或是應該理性討論 相互說服 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 評議的內容才是重點 回到評議市面來 如果我們只是做一個 結論性的一個討論的話 那可能這過程 當初審檢變三方 在法庭這麼用心 花了這麼多時間精神 去做論辯去做工房 那我們沒有一點 具體的片段片段去檢驗的話 那可能就辜負了大家 審檢變的這個苦心 每一段評議時間 只有十五到三十五分鐘 充其量 只能做到意見表達 就得開始投票 受限於審 這一個時間所限 沒有辦法很仔細 很這個很詳實的 跟官審員做一些法律的介紹 跟說明 所以說當然各位可能在看 整個官審模擬法庭的 這一個過程中 可以看得到有一些 其實有些官審員 其實不是很了解 在這場逝領的人民官審 模擬法庭 台下作者一群觀察團 他們參與整個審判過程 在第二天 進行了一場 民間版的評議過程 警察大學三位學生 擔任法官角色 和自願參與的民眾 進行評議 今天的討論 要以昨天大家在審判中 所看到的證據調查 或是要提供的材料為基準 我們不一定要有答案 可是我們很重要是 大家怎麼去得到那個結果 其實他很多證據 我看不到 譬如說他在轉彎 他是不是因為轉彎 然後才偏離到 這個對方側道上 那他是不是 就想要轉回來說 才撞到對方 這是我不曉得的 飛車追逐20分鐘 他的駕駛度其實就很 算是很OK 所以他可以在山路上 跟起來就是很困難 所以我認為 在當下他第一次 他是可以安全駕駛 你也沒有辦法 很強烈地說服我 那你的事實 就是已經陷入真偽控影的狀態 律師羅秉承認為 人民參與審判 應該是一場公民教育 這場評議從罪責到量刑 和士林地院的模擬法庭 完全不同 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 在於討論內容的差別 這是美國陪審團的那種制度 他們其實就是一項一項的 丟出來檢驗 那可能是我們台灣制度 還沒有很成熟的時候 就會讓 就會感覺就是這一次的評議 就是我就請問大家 大家就把自己心中 我印象中我覺得的感覺講出來 那這樣就不是針對事實在討論 而是針對感覺在討論 參與的民眾 對於證據的採納程度 和模擬法庭的官審員 也有明顯的差距 檢方一直是很著重警察的證詞 可是當那個證人一上台 他就說我開車 我看到他在酒那個小店裡面喝酒 有酒杯 那我就認定 那我覺得他就是先入為主的官審 資格在我就對這個證人的口號 我打了之後 官審員發揮獨立判斷的價值 人民參與審判才具有意義 如果這套制度無法照顧到這些法律素人 許多參與過的官審員 多數認為不要有表決權 最後還是要由法官自己來判決 因為畢竟官審員只是一時的 他有很多的背景 還有他心裡的想法 而且你要要官審負那麼大的責任 誰願意 也有官審員認為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題 基於某一些的原因 他投了就是比較不專業的 他認為同情他或是什麼 這樣我也很怕說 真正犯罪應該要被處罰的 並沒有受到那麼嚴厲的處罰 但是如果說要我們來參與 可是我們完全沒有表決權的話 是不是說好像變成 來參與是變成一個沒有意義的事 我們現在在立法院的各種法案裡面 都是還在爭論的就是 人民要不要表 有沒有表決權 到底要官審參審還是陪審 可是更重要 我覺得更重要就是 人民 我們現在的審判制度 適不適合人民來參與 那要做怎樣的變動 人民才有參與的可能 答案就在模擬法庭中 我不曉得這一套制度有哪裡問題 所以我要設計幾個弱項跟強項 去觀察他後面真正常問題 然後呢 要回覆回來 我們有些地方該修掉 那我就要馬上及時回饋回來 說我現在條文要調整 你會不會設計一些情狀 來了解一下人民在碰到這種情狀的時候 心理的狀態跟反應是什麼 被告是否認罪通常會影響法官最後的量刑結果 但是對官審員來說不一定會納入考量 他用的方式並不是非常激烈的方法 造成了這個後果的影響 也並不是非常嚴重 另外那個被害人呢 他有 穿著呢 這個心胸也 蠻慈悲的 他也不想對他追究 他加重量刑因子 像我剛提到他就是本件事他否認犯罪啦 那如果說我們否認犯罪跟一般坦誠犯罪的人 都一樣一樣的來認定的話 就沒有把他那個行度拉開 這樣每個人都以後人都不願意坦承犯犯刑 也有人擔心官審員可能會受到被告 或是律師法庭上表演的影響 因為這個也要看面相 這個雖然還要看案件也要看面相 惡人有惡相 因為那時候是在模擬 也許沒有看到兇賢那種胸目惡光那種感覺 官審員一進來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被告 這樣的證人 他們沒有平常的經驗 他們不曉得這樣的人 他們會有什麼訴訟策略來 博取官審員的同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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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法庭要實驗的程序問題已經不少 再加上官審員的因素又更為複雜 目前各個地方法院自行決定模擬條件 如此一來欠缺整體規劃難免有重複或是未及之處 從民國101年到今年5月 總共舉辦了16場的模擬法庭 相關的實驗數據也還不夠 人家辦600多場辦個100場好不好 辦100場也很像話 對不對 辦100場也很漂亮 就是說很多數據才會有一點可靠性 長期以來司法不被人民信任 因此各界對於人民官程制度 寄予高度關注 我叫D目標 它不是那種紅遠的目的為了提升公民的責任感 或素質 提升整體的公民素質 可能沒有那麼高遠 有附帶效果或是有 但它重要的效果是要透明 要公開 幹嘛 就讓這些人看得到 你們在幹嘛 非常的肯定 而且也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們對司法的信賴的一個審判制度 多數的官審員在參與之後 對於司法的印象分數都是正面加分 但是他們多數不了解這項制度 人民官審能不能拉近司法和民眾之間的距離 沒有表決權的人民參審制度 會不會流於一趟法庭的參觀行程 是備受質疑之處 再加上未來人民官審只能在部分地方法院試行 也讓這個制度顯得相當尷尬 如果我們引進有表決權的制度的話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不可以讓有表決權的人民官審制度 只有在某些法院試行 因為這樣子會違反憲法的平等原則 不是大家其一全國一體適用 那這個問題 旺旺的心態就很濃厚 就大家學習的熱情會沒有 就反正我看你們怎麼做再說了 且戰且走也不一定 搞不好你們事行三年以後就收攤 我們會按照先抽選的順序 台灣要推動人民參與審判 目標值定在哪裡 是要為司法形象加分 或是為人民的法治概念加分 決定了他未來的高度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並不知道法官是怎麼樣判案 但雖然一些民眾平常對司法有許多批評 等到自己一進了法庭 真正面對當事人 瞭解到自己的責任是何等重大 往往就對自己開始沒信心了 當然人民的法律素養培養 本來就不是一蹴可擊 法界人士經常提到日本的裁判員制度 他們經過了長達四年的醞釀 五年的準備 六百三十次的模擬審判 還有兩百九十次模擬裁判員選任的程式 最後接受社會建議與公平才開始試行 非常的謹慎 比較起來台灣不過才剛剛起步而已 稍待一會兒馬上回來 繼續走訪日本的社會住宅